我们来讲一下心肺复苏 心肺复苏的话 如果我们在一个室内 比较通风的环境会比较好 如果在室内 你必须要确认的 就是说这个床 它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太软了 如果要床很软 我们就要把患者放在地上 一个稍微比较硬的地方 不是有适当的效果工具 第二个固定 看台上这几位专业的架势 就知道位新戏可是做足了功课 近日电视剧急诊科医生 在京举行开播发布会 定档10月30号和观众见面 导演郑小龙 协张嘉义 王洛丹 江山 柯兰等主创集体现身 此次也是小龙导演 时隔多年再次指导医疗行业剧 专业精神可是第一要益 医疗剧的专业精神特别重要 因为你是一个行业剧 你要把这个行业 把医疗这个行业真正表现 表现得准确 而且真实 这个非常重要 正道出品必是精品 俨然成为了电视剧 圈里的黄金定律 这部此次急诊科医生 从演员阵容上就十分强大 也没有犹豫 因为我一直想演医生 然后小龙导演找我 又看了剧本 我就说赶紧签 我觉得算是我修了十个月 终于等到的一个我自己喜欢的角色 老让我演这个团恋男的心 实际上每次都是考验 这个心理重力要有 应该是蒙蓉吧 蒙蓉吧 还蒙蓉吗 把那边给他们调出来 这次不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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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不介绍